湖北宜昌市屈原故里 传承着悠久的屈原文化和别具特色的端午习俗 依托屈原文化这一独特纽带和资源优势 宜昌和台湾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 多年来未曾间断 硕果累累 那么屈原到底具有何种魅力 中国复学会常务理事 三峡大学屈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彭宏卫教授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予以解析 宜昌子归是屈原的故乡 多年来海峡两岸著名诗人王蒙 于光忠 刘沙河 郑愁宇 王嘉欣 于坚等 都曾赴子归致敬屈子 致意诗歌 屈原作品的艺术魅力 精彩绝艳 屈原的人格魅力与日月争光 他智洁行连中军爱国的政治人格 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格样板 使中国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在精神困境中借解骚 理骚 自觉肩负历史的责任和文化的使命 因而历久迷新 金久不衰 屈原文化一直是两岸专家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 台湾明道大学 彰化师范大学专家学者 多次来以上参加海峡两岸屈原文化论坛及诗会 与湖北屈原文化研究学者 地方文化专家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海峡两岸学士剧推崇屈原文化 主要还是在寻找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原乡 文化维系情感的作用 往往超越政治的壁垒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形成一种恒久的力量 所谓同根同源 落叶归根 他们更有一种追根溯源的文化回归 和文化认同意识 自2010年起 宜昌和台湾两地以屈原文化为纽带 开始了13余年的交流 据统计 多年来宜昌打造了端午文化节等对台交流品牌 累计有近万人次参加了形式多样的屈原文化交流活动 涵盖岛内多个县市和各个阶层 在端午节期间 两岸同胞互访 祭拜屈原 不同的祭拜仪式流程和民间习俗 让人眼界大开 特别是海峡两岸打造的 屈原文化创意产品可以互相借鉴 在传统端午文化的传承中完成华丽转身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彭文卫说 无论是作为鲜活的个体生命 还是作为历史文化符号 屈原的艺术魅力和人格魅力 不仅光耀中华 而且组造人类的灵魂 屈原既具有鲜明的中国当代价值 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两岸共同弘扬和传承屈原文化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历史上 凡是一族入侵民族威王之际 屈原便会走向历史的前台 端午节中的祭祖仪式 龙舟赛等等 逐渐成为华人寻根问祖 寄托相思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们发掘和弘扬屈原文化中 这些内涵更能彰显中华民族 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秩序的责任 担当智慧和气度 以上屈原文化土壤深厚 2009年 子归端午习俗与湖北黄石 湖南密罗 江苏苏州的端午习俗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非遗项目 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 作为全国性端午文化节活动 两岸趋势后裔与信众共济屈原 成为该节庆活动的传统和亮点 彭恒卫说 两岸存在深层次 各不断的文化连接 他建议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屈原文化交流活动 积极搭建形式多样的屈原文化交流平台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让屈原文化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纽带 作为屈原故里 作为中国师哥之城 宜昌有天然的优势 我们将利用好这些优势 把弘扬屈原文化 引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水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